3号中产党 今天除了很多抗争的事要讨论之外 另外有一件事发生了 中产党会比较注意 我身边的草根或激进的人 完全觉得没什么意义 但有很多知识分子、有学识的人 觉得很震撼人心 有4万个公务员去集会 其实我觉得没有4万个公务员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和理非 他们不是公务员,都是放入公务员 但也不少,有2万人左右 不知有多少是层前公务员 我当有一半,有18万公务员 有2万人去集会 差不多有10% 都算是多了 公务员的游行 首先,人们觉得很震撼 你现在是政府的公务员 你竟然出来反政府政策 那些人会觉得有很大的冲击 但我自己也在想,冲击有限 难道你翌日上班 你就会在政府部门搞完档 就会袒缓政府吗?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看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时林郑也好,或者政府也好 就说,你们出来反政府 是违反公务员中立 结果有其中一个前高官 王永平出来 他说,当日公务员中立 就是由我写的 所以我现在可以在场告诉大家 你们没有违反公务员中立 先问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第一个说的是 我是属于阶层 我觉得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不属于自知分子阶层 所以我买自知分子阶层 如果我是自知分子阶层 我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尤其是实际影响 但它反映了民情 愿意表达的话 你觉得因为公务员 本身是最建制最记得利益的人 又或者稳定就是一定有最好处 又或者它是相对 脚脚脚出来的时候 是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的 我觉得是反应 第一 公务员未必是记得利益者 因为社会不稳定的时候 公务员的影响会比较少 就是说社会不稳定的时候 你做生意的影响会更加大 或者做金融的影响会更加大 公务员有什么影响都是出量的 就是他们影响会比较少 第二就是当你一个社会运动 已经去到200万人流行 200万人一个人游行 去到抗衷运动那么大的时候 你公务员又不怕走出去 如果你是游行的时候 只有几万人的时候 公务员当然不敢走出去 当你去到什么时候 是没有人敢走出去 反而现在没有人敢走出去 公务员不敢走 我认为公务员应该不敢走出去 支持政府 就是会比较合理一点 我不认为当今是黄尸当道的时候 我不认为公务员走出去 是有一个很冒险的事 但政府都会怕七号算账 OK 大家都想 知道人多就不怕七号算账 你可以说 就是黄大师那件事 你想想如果只有五个人出来 走出去的时候 你想想怕不怕 现在就这么多人走出去 人多就什么都不怕了 但他那个算账是 可能你十个百分之后 就是升职没你份 那几万人就不怕了 总而言之 怎么会不怕 有个好处 两个就升一个没出售出来的 因为几万个人可以躲在里面 躲在里面就没那么感觉 一百个人就很感觉 一百个人就数到人头 四万个人就数不到人头 这个也是有一个差异 但说回公务员中立 正如我之前所说 我最讨厌的三种人 知心传媒人 学者 前高官 即是因为黄永平讲的 我发觉我身边的中产 是疯狂地分享 又哭又竞意 又喜欢 又听到流眼泪 接着我重看 当天你为什么會去写公务员中立 原来因为高官问责仔 所以牵涉到 关于相关的公务员中立 写一些相关的条文 其实不是立了的宪法 不是一种法律条文 純粹是一种指引,如果要反驳这件事,公务员中立 因为根本没有各个立法会,只是某一个人写的指引,任你全息 但更大的问题是,原来王永平当日写公务员指引后,接受立法会的质询时 他有自己亲自界定,公务员中立,包括现任特首和官员,绝对效忠 公务员中立等于向制度效忠 他在演说中,他推翻了自己15年前所说的事情 问题是,每个人都吹捧到他是英雄,你不看他当日怎样说 他老实说,你问我,其实就是说谈话 你当然这个时候,你说谈话都是好的,你良心发言 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压力多 第一,这件事是没有约束,大家都是胡说 第二,你当日也不是这样说,你当日是要向行政长官效忠 你今天就说不是,我说你们不是就不是 我心里什么时候变了李思琪,不需要证据 我现在就找到证据,你便说不是 总之我说没有违反,就是没有违反 即是很怡气 我帮他说一句话 因为他的说法就是,他的首则 有第一条,第二条,有牌的 他的说法就是,第一条不是向特首效忠 就是最优先的 他说的说法就是凌价 他有这样的说法 即是他写出来的东西是真确的 而他在立法律里说出来的东西是不真确的 即是你只能这样说 因为最糟糕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最容易就是捉那些人自相矛盾 因为自相矛盾是很明显的错误 偏偏有好记性,有记性有记仇 所以他们一捉到就很糟糕 即是你说过的东西,现在不是 你无论说对还是错 始终你是自相矛盾 你已经不是一个立法问题了 即是你不要因为一些一时的东西 你就去骗赖或者之类 你就立刻忘记了以前的东西 那从另一个角度呢 如果当他帮他去说话的话 就是现在打仗 现在打仗的话 我当然不是说对是错的 我只是选一些有利的东西 可以装得到他竟然不肯出来 我只是说了说话 让大家安心一点,多些人出来 你要说明,那样东西是你写的 你不敢说你写的 其实公平手就是 你要说明,因为我写的 所以我是最有权威的 那你就不是最有权威 你就真的... 你既然是最有权威 那些人就找回你以前就这样说 即不是你说,这件事是我写的 我反而觉得无所谓 我个人意愿就是这样 但你说我写的,所以我说什么都可以 但你当日就不是这样说 这是问题 但拉回去说,其实公务员中立 你觉得这个诠释应该是怎样呢 我自己觉得是一样很... 香港是任你说的 因为... 中立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件事 就叫做不中立呢 你问我中立 其实最重要的考虑就是选举 你不能够作为公务员 去支持某一个政党 这个我觉得是最客观的 因为你会影响到选举结果 但你说平时政府任何的施政 你影响到一些... 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香港市民 公务员都是市民一份子 应该这么说 在... 应该不是后来 因为百多两百年前的时候 公务员是不准投票的 那就是公务员中立了 所以我想王允平的书读得很少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务员中立 以前的公务员是不准投票的 所以你绝对要做战争 公务员、警察、军人 军人就不准投票 公务员和警察不准投票 所以这个就是公务员中立 最初的时候的Origin 在这里来 但我想他当然没有书 他不知道这个 现在公务员中立 即是公务员 你不可以走出来之前 但是你投票 你做所有事情 你都是 即是有特权 是的 你不能绝对是中立的状况 那中立公务员 当然都可以做任何事情 有一些政治倾向 或者有一些事情 都是应该的 更加何况 现在整个政治 虽然是不可以由政党執政 但你都是一定是建制派 那算不算是中立呢 我觉得是相对 我认为是有力些 或者市民会更加 我认为大家信服的说法 就是说 最喜欢说 那别人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警察出来 撑警好 又或者什么好 又或者张建宗出来 说一些事情 既然你做得到 我就做得到 我就不会说 你做得到 我不做得到 那我也是跟你做 那会下观点 但我都明白 因为现在香港的制度 很不民主 你不需要支持某一个政党 你都可以影响到政府 所以原先 公务员中立 是应该要拉得严谨一点 因为就算你不在这个选举表态 你都可能是会 其实是帮到建制派 因为根本的议会本身 建制派已经占多数了 你站在他那边 其实就已经影响到 整个政府的运作等等 但现在就是 你既然可以默许公务员支持建制 现在他们就同样利用这件事去反建制 你不能现在才出来说 那你就要公务员中立 你一直都是公务员 暗底支持建制的既得利益者 现在都是人家用同一个标准 去支持 对于政府产生质疑 虽然曾玉成、叶柳那些 刮王永平 你跟以前说的东西是完全矛盾 但是你又要想 你们的界定本身也是很模糊 都是充满着矛盾 你又不怪得 我先不要说什么 你抵骂他 骂他两句 但我又不怪得公务员 其实现在是用了这种态度 去对待政府 好 这一节就到这里